主人穿着传统服 加上动听的鼓调合唱 一时间让国立科博馆充满原名风 来自花莲玉里天主堂区的教友 不此辛劳到老远专程来到台中 出席科博馆举办的 玉里的法国爸爸特长开幕会 向他们心目中的玉里爸爸 表达支持及敬意 因为爱这个玉里爸爸 那我们算什么这个两天一夜的 让我们来这边表演 我们就很愿意来这里 表示我们对玻里亚神父的感恩 我们的神父上个月才离开我们 所以有点很感伤 那这次办这个特长 等于是缅怀我们的神父 60多年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 一群法国神父 深入花莲部落 协助地区各项发展 从经济 教育 医疗 文化 环境等等 可说是改变了族人们生活最大的推手 而让大家津津乐道 就是阿美族语言 也在神父们的努力下导入书本中 他们做出了很大的心力 跟贡献翻译阿美族的字典 融入在文化里面 这个就是他最棒的地方 所以他才做了我们阿美族的字典 包括圣经 一些圣歌由他开始 而玉里的法国爸爸 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称为国内美坛 在玉里我们看到 法国巴黎外方会的神父 对当地的土地 做了长时间的贡献 所以我们很希望把这个事迹 在博物馆里面 用特展的方式展出 让民众大家都能够体会到 神职人员 对土地对人民的贡献 玉里的法国爸爸 特展在11号登场后 展期到11月4日 会场中除了展示 相当具历史性的教会物品 也有法国神父们 旧时的用品和老照片 结合了文化性及宗教性 非常特别 原事新闻 台中市采访报道